HELLO 大家好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要繼續進行藍球式關鍵系列影片 那我們今天說要做球隊的話 就是我們亂機快聯隊 那在1112賽季 Chris Paul、Black Griffin以及DH9人這三個人 組成了空階之城 並且與快聯隊開啟了一個長達6年的季後賽之旅 這段時間我個人認為甚至比Quilent跟Paul就有兩個人加盟亂機快聯隊 還要算是整個球隊的巔峰時期 例行賽的平均勝利超過6成 當時基本上可以說是統治了C區 但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弱環機快聯隊反駁被詛咒了一般 無論如何都沒有進入到C區的大門 最接近最接近的一次還是1415賽季 弱環機快聯隊在3比1的絕對領先優勢下 被修律對火靈隊連續搬了三局 最終Chris Paul決定在2017年秀二季 選擇離開了弱環機 而空階之城的話也宣布解散 說實在這樣的一個組合真的是非常可惜 首先當然傷病的問題絕對是跑不掉的 每一年一套紀錄賽基本上都會有人受傷 也因此那幾年的話就變成了勇士隊對決騎士隊的比賽 而快聯隊就成為了例行賽一條龍 紀錄賽一條闖的失敗存在 那今天的話我身為弱環機快聯隊總管的話 我今天一定要幫助這個Chris Paul 拿到一次總冠軍啊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一個組合是不能亡的 那如果弱環機快聯隊從來沒有傷病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們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拿總冠軍呢? 如果各位是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方的訂閱並且開啟小張 隨著觀眾們最新的影片動態也可以 也可以加入我們頻道會員接受更多福利哦 好 現在的話我們來到了這個10月20號 Chris Paul JJ Reddick Lun Stavidson Black Griffin 以及DH Jordan Huber第二任的話還有我們Jermont Crawford 然後Austin Rivers And Balamute 哇 這些球員都令人非常的熟悉啊 但是呢有幾個球員的話我必須先做交易案 包含了Jack Schmeiss跟我們這個Paul Pears 我們不是說Paul Pears不好欸 因為最主要是在於說 我完全知道他明年就會直接退役啊 然後Jack Schmeiss的話本身就是底星球員嘛 如果繼續留著他的話他明年會直接走掉 所以也是要把他交易掉 然後Lens Devilsson這邊能交易的也都交易掉 那看起來Harkless再加上這個Monline 這個選擇還算不錯 Harkless之後的話就會變成這個 一千多萬的薪資啦 然後Monline只好還有三年可以用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選擇這筆交易案吧 我覺得這件事情挺好的 然後Harkless之後的話 相信他是可以練起來的啦 雖然他在現實陣容的話 似乎就只是一個替補綠月球員而已啦 那現在這個陣容看起來也還OK 但是Jama Crawford跟Austin Rivers 兩個要做交易嗎 我覺得我們到記中再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陣容相信在這個 第1賽應該是會有不錯的戰機啦 我們先直接來到這個記中吧 好現在的話來到2月10號 目前為止戰機的話是40勝16敗 好像還算可以 那今年要交易案的球員的話 首先Jama Crawford 我這邊先說我不是覺得他不好 我就是因為覺得他太好了 我避免他在明年 這個因為年紀太大下降身手啊 就是破壞他的行情啊 然後加上這個Winsley Johnson Winsley Johnson的這個著名司機啊 就是他啥都沒有啊 真的他完全沒有用 真不是我要嘴他啊 我真的覺得他不行啊 Uni Hood加Dark Favors 喔這個時間點可以換個ClickCapella 秉皇就直接來了有沒有 在那個時候的秉皇 超級無敵便宜 又超級無敵好用 這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我們這邊真的是沒有不換的道理啊 這件事情我怎麼想我都學 你知道嗎 就只有Jama Crawford這個離開 讓我有點覺得可惜之外 但我這邊的話就選擇這裡交易案吧 然後我們加Harkless看起來 長得非常優秀啊 算了我這邊先把他們全部拉掉好了 換個Daron Wells其實可以啊 明年我再把他做交易案 這樣我等於白給 因為Embalamude加Tutosek這兩個人的話 基本上就是聯盟邊緣人啊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啊 然後Pregioni這個球員的話 我有那麼一點點印象啊 但是我也是記得他接近要離開NBA的一個球員啊 然後再換到一個 雖然已經不是當打之年了 但至少是一個不錯用的替補球員啊 我覺得我選的是比較一樣吧 現在怎麼想我們的陣容都優秀都不行好不好 然後在Reverse真的是 不得不把你交易掉 這個Germaco Green可以想看看 換這比交易案其實很好 一方面我挖牆角 另外一方面我這樣陣容會更好一點 所以我選了這比交易了 我交易的球員有點多啊 確實啊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有些球員就是很可惜啊 就是如果他不現在交易掉的話 他明年可能價值就會變低啊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話 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好現在換來到寂寞 今年六萬季快點隊的話 拿下52勝26敗 Russell Westbrook拿下MVP 那竟然第二陣的話有我們的Black Griffin 還有我們這個DH Jordan 三陣的話有我們的Chris Paul 防守一陣的話是我們DH Jordan 我們在西區排名第四名 哇竟然OKC那個時候還是最強最強的 然後JJ Reddick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的不開心啊 但我覺得還能理解啊 然後我讓Levston去打這個二號位 應該是可以的啦 我希望我們這個陣容在今年可以拿出總冠軍好不好 然後第一輪 對決波特蘭投放者隊 對面基本上都是我們這個前動架的球員啊 沒關係 來看一下 第一輪 唉唷4比3可以 然後接下來第二輪對決雷霆隊 Ascending Borrow 這個球員不是很熟 但是對方的話是這個雷霆雙少 加上Search Ibaka 補頭上我覺得我們有可能輸啊 來來來來看一下 唉唷 水啦 哇真的是牛逼 哇這樣子真的有逆天改命道喔 我覺得今年我們這個補強非常好啊 然後接下來要來打江沙登 沙登加多呀好我能不能贏得過去 但我覺得我們這點陣容絕對是比對方好很多的啊 我不覺得我有輸的理由啊 直接看一下 啊 最後 火箭隊對決 騎士隊 沒關係 騎士隊今天拿總冠軍啊 恭喜 LeBron James 拿下MVP 場軍 29分 6.4個藍本 12.8次助攻 2.8次的超劫 1.6次火攻 外來3.8 3球命中率 啊我們選用權被交易掉了是不是 今年獨星俠隊可以拿選用權啊 哇 但還行啊 他們擺爛也確實擺得還挺徹底的啊 但我今天沒有選用權啊 那來看一下 加加瑞這個你是不是不大開心啊 我覺得 我們有報可以聊喔 那這樣子有點可惜啊 但是我想要再把卡佩拉一起加入去看看 Zaclavin加 他們 真的想了一想 我就是原地要到一個超級全民心耶 這真的很棒 雖然走了卡佩拉可惜啦 但是我這邊只是多擺給了一個這個 Don't Wants 好像也還行 好啦我選了這筆交易啊 我希望你們不要怪我啊 交易 順便給各位看一下今年 如瓶俠隊果然選了Ben Simmons 二號位的話選到是Jenton Brown Soulmaker 喔被太陽隊選到 完了 太陽隊開始成績中風味了 然後我們的惠王隊選到這個Brandon Ingram 然後這邊再加這個Machael Kress 今年林書號可以選 威爾森圈的確實可以啊 然後Harrison Barnes也是可以啊 那我選擇Harrison Barnes 3年3千9百萬 然後Space我就不要了 Harrison Barnes這個我就削爛你知道嗎 Brandon Roy底薪我也ok啊 然後 換你隊再來一次Danny Granger 然後Total Sec 然後Jair Smith反正薪資很低嘛 然後要個Dev Lee 打Tip還行 OK 目前這個陣容的這個組成啊 比我預想的還要再好一點啊 雖然去年沒拿總冠軍啊 但今年整體的這個年紀上 是變得更加低的 Zac Lavin目前來到82平分 Bruitt這邊是來到這個79 Muhammad這邊來到79 Bars竟然來到79 然後Tip這些人的話就不管他們啦 反正他們也沒啥上了時間嘛 那今天的話Zac Lavin當然先拉他潛力值啊 那其他人的話 Griffen他拉速度 Judon也一樣拉速度 還有一個人喔 Harrison Barnes拉潛力啊 我覺得他 潛力上不去的話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是不是 現在這個陣容看起來 光是我們用JJ Reddick換到Zac Lavin 這件事情我們就已經 削爛你知道嗎 那我可以先想一下等一下誰要被交易掉啊 算了還是Huglyce走好啦 今天的話我就比較沒有按照我之前做這個籃球時光界的一個做法 我比較是想真的看一下 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奪冠 你知道嗎 Derek Faber這個確實可以想一下耶 然後Ru Wellness 好這Ru Wellness感覺 確實比較好一點 兩個二輪籤 這樣換 好啊 換他來做這個最愛地友人啊 我覺得也挺不錯的 好我把這個Harrison Barnes 然後先發 進攻防守更加進化 非常好 今年我們先直接來到技術吧 然後現在的話 其實從今年的這個戰績上的話 是來到這個45勝11敗 比去年多贏了五場比賽目前為止 那Zac Lavin已經來到85頻了 非常開心 Ru Wellness來到83 好啦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交易時間 我們把替補那些全部不會用到 李文士頓倒地啦 哎呀該死 不會用到全部會交易掉 Roy跟Granger兩個人都是很可惜啊 因為傷病的關係 欸這邊換個選手權 其實也還不錯 反正既然都不會上場的話 我們這邊就這樣換 可以這波削 然後Harrison Barnes加John Smith 可以直接換到Chris Middleton 好賺 真的好賺 怎麼想我都賺 好不好 Rudick 欸我這邊就直接問你們 我在明年他會直接變兩千 一百多萬 在這個情況下我又要換 DNJJ應該可以直接放了吧 哇這太虛了吧 Handroid Dramon 哎呀 Dramon來到快領隊 哇 真的抓真的抓 還是我就這樣換了 真的 然後DNJJ再換其他人 場區15個籃板我就問你各位 DNJJ這邊會比他差嗎 不會不會 完全不會比他差 但是我是用Harrison Barnes加John Smith 兩個人去換到這項司機 雖然這樣破壞規矩 但我真的覺得 這個太爽了 直接這樣換 受不了 好換完之後呢 DNJJ你就要離開了 我不需要兩個人都是這個啊 做空階的啊 你知道 但Android Dramon真的是 但是至少退步的沒那麼快啊 我只能這樣跟你們講 怪領隊然後換個Ridge Jackson過來 嗨 這樣子怎麼想都賺 來來來 再給你二輪 好 你既然那麼想要Darrus Miller過來 那就一起過來啦好不好 反正隊友而言就是一年後就交易掉嘛 就這樣啊 也還可以啊 完了我破壞規矩了 但是這樣真的好香 兩個後場的身高都不高啊 但我覺得無所謂啊 進攻97防守90 恭喜 好 今年的話 重點 是要拚冠軍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好現在來到今晚那今年的話 萬機固人隊拿下63戰19敗 拿進來LeBron Jobs 拿下MVP 那今年直接 唏噓第一名 受寵若驚 受寵若驚 好 我們加賽Klavin 心情沒說太好 但是NO普拉本啊 我們替補這邊有三個後衛啊 我相信我們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啊 來先來看一下第一輪 對方被我挖強角之後啊 現在看起來Darrus跟Zeridic這個組合 就那樣子 好 我們就直接過啦 我相信我們是 輕鬆躺著贏啦 4比1 哦 哦 Kevin Durant 直接的Decision了是不是 哎呀 哇 45者林俊傑 直接就跑了耶 哇 這太牛逼了 Darrant轉到 波士頓 賽亞提克隊 哇 哇 可以耶 我覺得他們 確實 蠻缺他的耶 加個Kevin Durant這個組合 直接 原地拔起來好不好 今年賽亞提克隊就要拿總冠軍的啊 原本想說 這個綠軍散去投以後啊 這個 賽亞提克可能還要在幾年啦 沒有 我們原地起飛好不好 沒關係 雷霆隊沒有KD 應該還是能隨便 WHAT WHAT THE FUCK 哇 Westberg一個扛 53分 8 8 8 2 2 5 8 哇塞 這真的 這真的是 KD離開之後他開始解放耶 哇 這真的是 什麼意思 哇 哇原來命中注定耶 MD 今天我們砍33分了 你不能夠說 Westberg 哇 Westberg 場均真的是 至少30分耶 哇 你記憶賽場均36分啊 哇 大三元場均耶 哇 哇 你真的是 好好好 送你送你 我真的是送你 我送不了 哈哈哈 對 我真的猜餅啦 總冠軍 哇 什麼啦 哇 哇 這個時空的 Rossberg真的是 打贏全世界 這什麼意思 啊 今年終於有我選用權了吧 哇 我又把選用權交易掉了是不是 哎呀 我連續好幾年沒有選用權了 好 今年真的要來個大的啦 我不能再要那些什麼 小情小愛了 跟你們講 我先來交易一個 相對起來比較容易交易到的 Quiet Laner Android Drone就跟他換 再隨便加上一個球員啊 哇 這樣 你換不到 我覺得不對哦 哎 可惜 看來是 再多一點點錢對不對 OK 先換到 接下來呢 另外一個球員 我們是不是沒有選用權啊 完全沒有 哎呀 所以意味著我們必須先交易到一些選用權 好 Levenston 這邊 先去換 Napier 再加上這個 大王就會在選用權 我們要刮起內部暴風啦 再去先換個Chris Middleton 或許就有機會啦 但我們來看一下 哇 真的是 風暴交易 你知道 Regid Jackson 這邊加Chris Middleton 加個選用權 加個Napier 加布魯爾 我現在基本上球隊裡面 就只有 三巨頭了 你知道嗎 其他什麼都沒有啦 這樣交易的話 好 我這邊把Middleton撈到三號位 換Chris Bosch 然後加一個選用權 換Dean 就不用回來 他如果能夠一些選用權的話 我覺得可以 我可以給你選用權 OK 如果我能換Dame 我可以真的 這波救武 我就賺死了 不然就是請你把所有二人都給我 這給你 哇 只能多要一個選用權嗎 哎呀 好嗎 他最後選擇 Regid Jackson 然後 加布魯爾 然後選用權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啦 我們選擇這樣換吧 好 這次你沒有拒絕道理了 加一個選用權 這樣不要 加一個 OK Chris Paul Paul George Black Griffin 加快laner 啊 這組合 要有料也算有料啦 但總覺得 屁股有點爆炸 你知道嗎 但沒關係 我們已經做到 最極致最極致了 好不好 今年選秀 火箭隊 選到Darren Fox 哎呦 Tayton居然那麼晚才會選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本賽季 唯一能做的事情 首先就是先把 Black Griffin先要回來 我們是很有誠意的 331呢 OK 先了 Patrick Beverly 只能拿你來啦 兩年 一千兩百萬 然後 渣渣 Patrullia Mario Chalmers Pony Allen 需要一個防守型二號位啊 然後 Ray Heber 反正你有Paul George嘛 跟你搭一搭也很合理啊 然後 Bass 哇 我的陣容真的是 世界奇觀真的是 Brenk Odin 真的是 沒人了 你知道 Darrens Miller 一年報價兩百萬 來了 OK 好 Chris Paul 快laner Paul George 這稍微我回給這個Griffen啦 然後讓他爪爪爪出來了 就打無華威啊 啊 陣容上還可以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進攻跟防守部分 進攻下降不少 但防守98 某方面來說 我們其實有點像拼裝車啦 但 這個車 開不開的出去呢 我其實不太確定 你看他Darrens Miller 這邊也能上場的話 就 希望他能夠幫我們打出好的表現啦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先直接聊到記中吧 我現在來到記中 這個戰績 嗯 39 37 拜 好像 也就還好 哎呀 這個情況下的話 有傷病 我們就會出事情啦 Kermis跟Tony Allen 加起來換一些 正常球員好不好 我不是說他們不正常啦 只是說他們年紀大了 你知道嗎 喔 可以換John Collins 欸 那挺好啊 但我們今年是要奪冠對不對 好 就換這筆交曰 至少Mondre Haro隊伍而言 這個時間點 確實還點不做的 這樣看起來Beverly跟Miller 看起來換Sev Curry是裡面最合理的 哎呦 Jordan Clarkson呢 其實定位上有那麼一點像Lue Allen 其實可以想一下 確實想了一整輪 直接換個Jordan Clarkson 挺不錯的 我們就選這筆加曰吧 總算 把我們該補的全部補回來了 我跟各位講啊 今年我們唯一只剩下一條路啊 就是奪冠啦 沒有奪冠的話 Chris Paul應該也想走啦 我們直接聊到記中播吧 好 現在聊到記中播 今年的話是拿下五七陣二十五敗 Russell Westbrook繼續拿下MVP 我要說我們的陣容是真的很強的 真的 我們Chris Paul倒地上 你上多久啊 二到四周好像還可以 好那現在的話 如果是來對決太陽隊 太陽隊有什麼 喔太陽隊對論不可期啦 OKOK 還有Songmaker 哎呀 這家節目講 好來看一下 應該是直接過了 視頻 過了 Chris Paul你回來沒有 快點 你再不回來我們要出事了 我要來對決 Jump Sutton加Duel Howard 我們兩個球隊只有一個球隊可以拿總冠軍啊 那個人一定是我啊 過了你 哇 4-3 OK Chris Paul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 恭喜 哎 總算 我們這個球隊真的是讓我提心吊膽來著 單佛金塊隊 Yokage 92% 沒事 我們是能過的 來 4-3 Chris Paul 終於 打到70總冠軍 哎呀 但是我要來對決 Steven Curry我突然 心中那股害怕感就油然而生啊 該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戰 哇 被 血洗耶 哇耶 真的 第一戰輸爆 Polgey 36分 Steven Curry 40分 Ginbother 30分 第二戰 我們自家助長給自己點面子好不好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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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Lennar 25分 George 23分 Griffen 23分 Chris Paul 19分 好 對方 Zack Randolph 這個受傷了 Steven Curry今天也只有九頭一中三分球 1-1 那接下來的話 贏下這場比賽 證明自己能贏 贏 2-1 Polgey 28分 今天Steven Curry 只有7分 他今天怎麼只上場 啊 他6飯啊 16分鐘6飯啊 哇 打的是一個鼻青臉腫啊 真的難受 目前2-1 有機會能過 有機會能過 來來來來來看一下 哎呦 最後的大概 啊 10分差就看起來沒機會啦 Griffen今天39分 四頭一中三分球 Chris Paul今天19分 Servant16出攻 Steven Curry今天28分 勉強還行 這是我們生涯最大的機會 能夠拿到總冠軍的一年啦 來來看一下 哇 3-2 Indianland 34分 比嘉然得分不高 然後Jimfather 30分 該不會要打天王三支戰吧 該不會要直接打這個吧 第七戰吧 看起來是喔 OK 3-3 無論結果如何 我們都來看一下 哦 最後這場比賽 來 緊張刺激 最後3分鐘 9分差距 進去看一下吧 光雄隊快點隊比賽 目前為止的話 是來到111比102 雙方的話 來到9分差距 Chris Paul在籃底下一個 歐洲部上籃 這邊沒有進的情況下的話 這邊拿下籃板 這邊再進行一個上籃 加比數來到雙方數領先 目前為止的話 Chris Paul得下 16分7成的這個命中率啊 非常的高 Servant Curry 被Chris Paul守住了 直接晃打了Chris Paul 哇 Steven Curry 這邊在籃底下 直接強性得分 Chris Paul給了Laner 這邊看起來是LHomber 一個阻擋犯規 Laner 45度角 這邊輪轉來到Griffen 再回給Paul 面對兩人包夾 燒到籃底下 這又傳球被破壞掉了 金融時間下 最後1.8秒 1.8秒 戰術 跑給的是Laner 直接出手 球沒有進 再回Curry 下個擋拆 Chris Paul 完全的對位住了 Man 直接強拔 不過這個球按下的話 完全被手死啦 出色的這個團隊防守 Laner來持球 對位是Jimmy Butler 下個擋拆 直接拔幹 中距離跳投 球沒有進 打在兩關上面短了 Man持球 再回Jim Butler 這球急停 也是沒有進 就舉一個運球 换位到Steven Curry身上 再回給Laner 戰術 跑給Chris Paul 嗚嗚 太遠了 這球上面就還是沒有進 Steven Curry 對位是Laner 下個擋拆 Laner Laner 直接殺戮 哇 又被Crystal 給破壞掉了 Chris Paul 無敵位置 哦 差點黃島 繼續發動 Laner Laner 快Laner 空中 接力 哎呀 我們這個空階之城 重新發威啊 Stan Curry Dress Chris Paul 哇 打非常難受 完全被手死了 哇 直接Po 就你後面一個火鍋啊 這邊再給Laner 迪賈哥3分9出手 沒有進 比賽的話 來到雙分數0先 Stan Curry直接撞倒了Paul George Chris Paul 哦 一個後撤 終極跳投球技 哇 他把Stan Curry晃到這個 找不到防守者啊 最終皮速的話是117比106 雙方的話 最終 生死戰 是由我們 亂金快樂隊贏下來 恭喜 哎 Chris Paul 看他高興的樣子 誰的組團最強大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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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啊 哇 太神啊 要組就組 恭喜 RUNK KURA 沒有問題啊 最後FMAP的話 看一下是給誰 最後是給 BLACK GRIFFIN 哎呀 真的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在重新雲擊的RUNK KURA 最後是由GRIFFIN 拿下了這個 最後的FMAP啊 今天Po就你拿下28分7M版 3主攻1岔接2主攻表現 BLACK GRIFFIN今天 等下25分4籃板 4主攻3超級1主攻 Chris Paul今天 等下18分6籃板 13主攻1超級 接7KR的話 等下24分3籃板 8主攻4超級 然後HOFFER今天 等下21分8籃板 3主攻3主攻表現 ZAKRIDOV今天 等下12分8籃板 25主攻1超級 那我們最後的話 再次恭喜 我們亂金快樂隊拿到總冠軍 BLACK GRIFFIN最後拿下FMAP 拿到場軍 24分 11.9個籃板 4.9個桌 1.6次超級 0.34火鍋 外帶3.8 3分9 命中的綠 那這邊的話 也是讓BLACK GRIFFIN 一切淺恥 只要他沒有傷病的話 他確實有機會 可以成為FMAP 級別的一個存在 好啦那以上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來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去看看其他的籃球時光機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下部影片來見囉 掰掰